新港区第一工房新建的领等已经顺利完工严肖 新港区代表会特别在定期会期间来安排实查新领等 计划在后星期定期会会来协定新建领等的收费标准 新港区第一工房的领等不够输用 所以开了将近27万大作专心的五金新领等 15号上后 乡丁有展望中和代表会 与现定实查新建领等的设施 就是不在另外收费 水电的 水电全包 全包 对 一公 因为这样收费就简单 本来我们只有一间而已 因为没有俗用 所以很多乡亲的建议代表会来通过 所以这里来新建五间的领等 可以让我们新港区所有乡亲的 又建到好的环境 所以在这次定期会提案 买书至公望领等的收费标准 原本怀疾等做7天 包括冰尾输用费 内等收费还有清夺费 全部加起来要开7000倍 新的收费标准只要能清洗 毕竟已经收了5清洗 而且结束在后 够等减买50% 如果新起的领等总共5间 都是独立的收费空间 够小红筋没去等方订通风设备 计划依照内等的大小分做7000至8000是两种 结束以后赶快可以减买50% 代表会也很关心我们乡民的 这个用的费用 代表会临亲来监督工作 来尽量可以这个感觉 我们这个令人使用的费用 可以让我们乡亲 可以这样 不用负担这么多 县州长环中表示 冷藏的收费这么多 主要是要照顾自己乡来的民众 那是多肯定的人要够收50% 新港乡代表会亚装在后礼拜的会期 来设定冷藏的收费标准 但欧修的定书完成了后 第一档真是可用 大众华新闻也方无 新港彩虹不得